麒麟璦 市区 每市区域更多呢 主席的問題 主席的問題 請客縚進 請下部長 好請部長 賴維好 部長你好 我想你大概 今天會 不斷的被問到同樣的題目 這陣所歲的事情 那因為下午要 學商 那原來你是支持我們國民黨的黨團版本 即便黨團版本把這個核實的拿掉換成試算的也OK 對不對 實際上當然我也是這樣版本 你也在現場我們幾個委員說這樣版本 當然這個我們是立法委員是合議制 那現在黨團多數的委員認為說這個外界聽不清楚 聽得比較清楚是直接廢掉 他覺得直接廢掉比較清楚 事實上兩個都一樣你不覺得兩個都是廢吧 提問你原來的版本跟外力全部廢掉效果是不是完全一樣 其實實質效果一樣 股民負擔的都是欠負之三 但是民意不同 那我們講民不正者言不順 民意不同 一個是證交稅率是千分之二點五 一個是證交稅率千分之三 民意不同 那你現在千分之三的證交稅率 你一定要去說他含所得稅這個會有爭議 對 那你就矛盾了 你說支持原來版本就是證交稅內涵證守稅 所以是0.5 原來講內涵 那原來的國民黨團版把它分開了 其實就叫內涵了 所得稅是千分之0.5 我就聽不懂那你就是內涵 你說內涵有整理 你也講內涵 所以證交稅裡面有內涵 就把它切開 另外一個講法是內涵還是內涵 內涵還是要講他的比例 對不對 所以比例就是0.5 就變成法律 所以原來的就變成法律 所以原來的就變成法律 說千分之三裡面 連不連不哪算所得稅 那也是內涵 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要講內涵 一定要寫比例就對了 沒有比例 你說內涵 人家就會問那涵多少 多少是屬於所得稅 因為還要財政收支發分 地方要 因為所得稅有6% 是哪來地方分的 是啊 所以這個當然外界都在看 其實我要講一下 證所稅 這個瘋瘋瘋瘋 好幾年了 不要忘了最早 最早說要到立法院的時候 在程序委員會 被國民黨團退掉一次 你知道這個事嗎 我不知道 就是整個國民黨團 其實一開始就反對課這個證所稅 一開始就反對課這個稅 後來因為行政部門是 我們執政黨 行政部門就推出一個版本 然後整個黨團就 就給他一直改 一直改 一直改 所以你要講歷史 是有這樣的一段歷史 是 有這樣一段歷史 就當初那時候你不是財政部長 是 我退休狀態 那時候在程序委員會 那時候的執行長叫林洪池 那時候的小黨邊應該叫吳宇森 我記得沒錯是這樣 那時候是退了一次 然後這個故事當然可以講很多 外界都知道這中間的故事 一開始這個立法部門來講 是沒有人贊成的 但是後來因為行政部門的意志力 很堅決 那我們這個等於是 立法部門就是 來配偶盡量怎麼樣 再能夠各方面兼顧到 各方面兼顧到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這個黨團裡面當然多數啊 這個我還是原來的支持紅板的 再一點點那個 但是後來大家決定要把它廢掉 你覺得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包委員現在應該應該沒有我表達意見的餘地了 照我看了 因為黨團也決定了 那民進黨的立場也很清楚 所以我沒我只能我只能這樣講了 就是說正所歲紛紛擾擾 我剛剛林德福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也提過歷史上課過三次壽命都不長 63年課一次是只有維持兩年 78年課一次只維持一年 這一次其實102年課一次到104年現在是兩年了 所以就是這種壽命就是兩年 所以我們從中華民國有歲至始 總共就是課過這三次 每次都是一年兩年 只能這樣這麼講了 為什麼這樣子 可見就是說資本市場 資本利得的課稅非常敏感 要非常審慎 而且要很周延 你會不會 當然你說過兩年 這個也許就下來了 你不在位置上了 是 你會不會覺得說 10年後20年後可能又 因為如果整個全部廢掉了 就沒有正所稅了 就沒有正所稅了 10年後又另外一個財政部長說 我要課正所稅 會不會來 這個當然是難免 為什麼呢 有所得是就要課稅 這個夫生永遠存在 股市好轉 股民大賺錢 當股民賺一天 就可以抵過他一個月薪水 在民國78年就是這樣 所有的公有司機 很多學校看到幼稚園 我兒子的學校幼稚園司機 門房全部辭職 那個時候大家說 為什麼所得不課稅 夫生就起來 所以78年就課了 所以只要股市大好 一定的財政部長就有一個壓力 社會叫他課正所稅 現在當然沒有這個壓力 現在壓力是叫你不要課 因為現在智能師長 就有恐怖事件來了 所以正所稅 它會隨著股市的好壞 在起伏 這個夫生 那你這樣講 那你這樣講 就加一條正交稅 內涵自主稅 不就醫療永逸 就不會再有這個事情炒了 也要炒 從這裡炒就好了 我是認為 也不要這麼單純的 在這邊就解決了 因為你加這一條 就會說 就我剛才的 會引申下一個爭議 那含多少 那就回到原來的版本 沒有錯 那原來的版本最好啦 所以我會支持原來的版本 就這樣 就含多少 對不對 我也支持原來的版本 可惜這個 這個 所以已經變到 回到政治問題了 就 我們這樣子 持這樣觀點的少 那個持另外觀點的很多 變這樣子 少數服從多數 變這樣子 這個變成是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問題是Endless 這是沒有沒了 這個問題是沒有沒了 從這裡歷史上來看 鄭所稅確實是 沒完沒了 對啊 你不會一次解決 我覺得大家 我在此呼籲我們的 真的不要分黨派 另外的立委 這次 他就既然 搞起來 把他拔掉 那就 就沒有嘛 要不然就是 原來的把它分個百分之 不要0.5 0.4都可以 0.3都可以把它 就是要把比例明確弄出來 其實 其實所謂的費正所稅 這也是費正所稅吧 對不對 都一樣啊 大家只是一個講法 大家其實都在做 費正所稅 這樣一件事情 林德副委員的時候 我有講過 正所稅跟正教稅的稅率 是有連動的啦 有正所稅的時候 正教稅率有價 沒有正所稅的時候 正教稅率有升啦 過去的是這樣連動 所以它不是函的關係 它是連動 互動的關係啦 這個解釋很深奧啦 不會深奧 我跟委員報告吧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聽嘛 63年還沒課以前 是千分之1.5啦 課的時候就改 等到他課的時候 課正所稅 證教稅率就降到千分1.5 停掉的時候 他證教稅率回到千分之1 你這樣講 可是因為 瓜婉農前部長 當初他就講過 在立法院講過 證教稅內含正所稅 那就是因為 彭王乃總裁 幾個禮拜前 在這裡講 也這樣講 委員 他要看他講的時機啦 也許他廢掉的時候 證教稅 提升到千分之6喔 我知道啦 所以他就說 認為千分之6含正所稅啦 所以要把那個時機點連起來 而不是永久的說 證教稅永遠含正所稅 那不管證教稅停征的時候 他也含正所稅 證教稅千分之1.5 他也含正所稅 這個就講不通了啦 對不對 可是彭王乃總裁就在你的位置 我知道 大概上個月才這樣講 他沒有講的這麼多 他也引述郭婉農前部長的話 要看郭婉農部長講話 那個時機點是怎麼樣 也許他停征證所稅 證教稅率上升到千分之6 他那個時候說千分之6含正所稅 這個大家當然關心這恐怖攻擊的事件 對於現在其實台灣的景氣並不好 這個未來也沒有理由看說看多好 又恐怖攻擊 因為這恐怖攻擊事件 對老美對西方世界影響是很大的 那影響這麼大 當然經濟會繼續影響下去 一定影響到台灣了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想這個牽涉到問題很深遠很複雜 因為牽涉到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信仰 所以這個你看從恐怖攻擊 921事件攻擊美國 911 911對 到現在一直都沒有沒完沒了 所以這個是很長遠的 還牽涉到種族 牽涉到宗教信仰 我們影響對財對經濟呢 當然國際動盪不安 對經濟絕對是沒有好影響的 因為經濟受政治影響 這時候可能我們的資本市場 其實非常重要 我引述一個東西 就FDI 其實台灣每一年 這個人家來投資的 就是FDI 我們現在都輸給 不僅在思想中掛最後 還輸給其他國家 包括菲律賓 泰國 越南 我們都輸了 這部分 去年FDI只有58億美金 在亞洲12個國家墊底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怎麼看 委員 您講的這個議題 我沒有很深入 你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就是現在 我們當然一切 帶動GDP FDI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國外的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是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但是我們看這個項目是 現在逐年在遞減 就是人家越來越來台灣投資的 廠商 越來越少 是是 這部分呢 財政部應該要努力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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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 謝謝